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夜晚 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作为新人演员的于小年 竟然遇到了一匹狼 看着他凶狠的模样 于小年不仅有些害怕 可还是遭到了他的袭击 而这个夜还很长 在那之前两人还没有任何交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作为新人演员的于小年 被自己的小粉丝们围着 想要得到属于自己的亲笔签名 在无人解围的情况下 经纪人姐姐拉住于年的手 把他拉出了粉丝的包围 计划着要蹭业界大佬的热门 而此时的于年露出娇羞的表情 经纪人姐姐看着于年温柔的开口 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他 听到这句话的于年内心扑通扑通的 那可是26岁就应该隐蔽奖向的谢友军了 在音乐剧的舞台上 他更是耀眼的存在 那是被天使吻过的事 谁不会爱上他呢 想到这里于年感觉十分紧张 告诉经纪人姐姐自己要去洗手间 在路上听到了一声木 谢友军你敢丢下我试试 那竟然是名模云淑然和谢友军 接着就听到谢友军开口 云淑然你不要仗着是我爸安排的 就得寸进士 那又怎样你没有我是不行的吧 紧接着云淑然就被握住了脖子 我劝你不要威胁我 说着收紧了纸布 当自己不小心偷听被发现了 该怎么办 就在影帝谢友军 想要把当红模特置于死地之时 发现了躲在墙后偷听的于小年 而此时的于小年 还在震惊那真的是谢友军吗 接着就迅速的逃离了现场 心里想着在屏幕里看到的和现实里 哪个才是他 刚好碰到经纪人想要告诉他 转租到了走后台的心境 在主持人的呐喊下 现场的范围达到了高潮 接下来我们压轴出场的明星室 著名影帝谢友军 紧接着主持人的脸色一阵即可改口 让我们欢迎影帝谢友军以及他的同伴 而此时听到众人的讨论声与血 露出了紧张的表情 不知道为什么于小年的脚下忽然有话 在这紧急时刻 谢友军一把抱着他 看到这一幕的记者立刻进行抓拍 两大帅哥互动绝对出圈 而此时此刻的于小年十分傲慢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在接下来的网练上 于小年接到了来自经纪人姐姐的消息 宝贝你上热搜了 然而于小年却在想这个热搜 我一点都不想到 就在这时背后突然出现了谢友军的声音 这个热度你还满意吗 还没等于小年辩解 天边就出现了一轮红日 而一旁的谢友军突然放下手中的酒杯 慌忙而退 放心不下的于小年 跟去谢友军的房间 却看到了终身难忘的意义 而此时的于小年想要逃跑 却早已来不及 当你在危险的时候会想到什么 而此时被白狼扑倒的于年心 想我要死了吗 可白狼似乎没有想要伤害于年的想法 尽情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这样还不忘调侃于年 你看起来很享受吗 看到这一幕的于小年睁大了眼睛 这是咬我的狼吗 就在此时白狼慢慢靠近于小年开口 接下来我要开动了 而此时的于小年还在想 那头银色的狼怎么会变成谢友军呢 于小年被吓得立刻坐了起来 看到周围的环境 才发现这里是自己的家 听到动静的经纪人姐姐连忙跑过去 于年醒了 就快点起床吧 而刚睡醒的于年 还沉浸在昨天晚上的事情中 清洁我昨晚是怎么回来的 昨晚你喝醉了 是谢友军送你回来的 在于小年的震惊下 经纪人姐姐又说出了一个更劲爆的消息 还是公主爆 接着问于年被偶像送回家是什么心情 而身为当事人的于年 却抓住经纪人的胳膊开口 谢友军他不是人他是狼 我昨晚就被变成狼的他袭击了 不出所料 经纪人没有相信 这不切实际的事情 也是正常人都不会相信这种奇闻吧 但是我还是能清晰地感受到 他昨晚留在我身上的眼 就在此时 经纪人姐姐公布了一个好消息 音乐剧专刊特意点名 你来做青年演员专访 听到这个消息 于年高兴得又蹦又腰 不经意间露出了腰间的印尽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 一位长着狼耳的男人 躺在床上睡着大叫 不知道是什么打扰了他的青梦 不得睁开了眼睛 向不远处的人 扔出了一个抱枕并大喊 你现在出现不觉得太晚了吗 而此人正是谢友军的经纪人唐里 只见他摸着谢友军的银发开口 看来红月的影响很深啊 突然似乎想到了什么 神经兮兮的小声开口 难道你最后 还是成为云淑然的群下沉了 听到谢友军的反驳唐里心想 这叫奇怪 我们狼族并不畏惧月圆 可以自由控制变形的欲望 但是 你这样的混血狼人 月圆只会令你暴动 传统的解决办法 只有与欧米加结合缓解兽性 那么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昨晚当谢友军恢复意识的时候 看到了躺在远处的雨响 联想到现在处在的环境 你一直能及 心想 难道他被我咬伤了 他是关心我而来的吗 可当轻轻抬起于年的手的时候 突然惊奇的发现 于年身上的伤口正在一点点的恢复 直到消失不见 讲到这堂里开口 难道昨晚帮你的另有其人 此时的谢友军苦恼 摆脱红月绝对不是靠我自己的风力 此时的堂里轻轻地坐下开口 既然如此正好青年音乐剧专访 也邀请了他 如果你那么好奇他的身份 那就主动出击 一探究竟 你遇到过这么帅气的男人吗 在拍照时 谢友军俊俏的面容霸气侧漏 以完美的形式 完成了这场拍摄 旁边的工作人员 开心地告诉谢友军 我们比隔壁组提前收工呢 听到工作人员的话 谢友军十分疑惑地心想隔壁组 就是上次和您一起走红毯的新人余年 而不知什么时候 谢友军已经走到了隔壁组纹外 经纪人堂里 似乎看穿了谢友军的心事 想进去看他就进去了 谢友军十分不自信地回答 我只是不确定 他是否想要见到我 此时的经纪人 开始提醒谢友军 但是你再不进去的话 就有你讨厌的人来了 只见不远处 有一个年轻男子正在离开 那是高家太子爷吗 他什么时候回国了 堂里不屑地开口 最近高家花大价钱 给他搞了个紫边的位置 看来这次的拍摄又要困难成重了 而此时于年这里 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 于年你太僵硬了 我知道你是第一次进行拍摄 但是一定要放轻松 此时的于年立刻道歉 突然一只手打断了两人的交谈 不要那么严厉吗 接着开始了自我介绍 你好我是这里的主编高哲宇 我觉得你的表现力 欠缺的是性感 说着便一把扯下了于年的衣 好但谢友军及时赶来 否则就不知道接下来 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 两大男神为自己争风吃醋 是什么样的体验 看到谢友军的到来 为了缓和气氛 一起来拍摄吧 两位音乐剧演员的互动一定很美 还没等两人回答 各自的经纪人就已经抢先答应了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两人 在谢友军穿着拍摄服装走来的时候 四周的工作人员发出了激怒的尖叫 那么我们就开始了哦 看着两人的摄影师迫不及待地开口 突然与小年的手不经意间触碰到了谢友军 连忙红着脸甩开了自己的手 并开口道歉 看着两人伸出的摄影师催促道 你们可以再亲密一点 听到亲密二字余年 立刻想到那个夜晚 那天晚上 那个梦里我们的确很亲密 这个时候 身为前辈的谢友军开始了教讨 余年你知道我紧张的时候会做什么吗 我会把这里当成舞台 表演者和观众只有我一个人 此时此刻余年的耳边 仿佛响起了谢友军的歌声 他是在鼓励我吗 只听到耳边响起了谢友军的话 来开始我们的手秀吧 紧接着余年搭上谢友军的手 表示了内心的肯定 这是我与谢友军的舞台 随着摄影师的手势 摄影的工作到达了尾声 此时的高主编 看到他们完美的合作 十分恼目 而在另一边的两人 却在兵士前嫌 随着谢友军取下面具的动作 一把姜余年扯入怀中 现在你还怕我吗 一位美少年 为什么面带羞涩呢 背后的印记 又有怎样的秘密 这些问题 在接下来的剧情中会 一一解答 被抱着的余小年 害羞地正开谢友军的怀抱 突然一只手搭在了余年的肩头 回头一看 原来是高主编 只见他有礼貌地询问谢友军 你不介意我和余年去选片吧 当然对你们自便 此时此刻谢友军的表情变得铁精 而被拉走的余年 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不安的回忆 察觉到谢友军 不对劲的唐里迅速提醒 快收收你的信息词 此时的谢友军不理睛地开口 少废话把手机给我 怎么了你要查什么呀 听到唐里的话 谢友军并没有搭的 一把推开唐里 就在这时谢友军 似乎找到了什么 那个高哲宇又不老实了 接着唐里 就露出了惊讶的评计 而与高哲宇一起选片的余年 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在看片的过程中 高哲宇装作不经意搂住余年的腰 凑在余年的耳边内涵的开口 只要你愿意什么都会是你的 接下来的事情超乎了高哲宇的想象 只见余年甩开高哲宇的手开口 我不愿意 周围的工作人员听到这句话 全都一文文文 看到着高哲宇气得浑身发抖 你不要禁酒不吃吃罚酒 在这危机时刻 谢友军挡下了高哲宇的巴掌 高哲宇这罚酒我替他吃了 看着来保护自己的谢友军 余年的心扑通扑通直跳 一旁的谢友军 没有给高哲宇喘息的机会立即开口 高哲宇我想有些事情 需要和你看一看 这个惊慌失措的男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刚刚高哲宇还在趾高气扬的开口 有什么事说我时间紧张 而当看到谢友军手上的东西 使表情变得惊慌 而那张纸上记录的正是高哲宇的黑历史 此时的谢友军感觉时机成熟 乘胜追击的开口 警告高哲宇不要打云年的主意 否则自己也不敢保证 这些东西会不会流传出去 此时的高哲宇恼羞成怒 大喊子虚乌有 而在外面的云年十分担心谢友军 丢下手中的水迫不及待地跑向谢友军 此时此刻的谢友军 正在遭受着高哲宇的攻击 只见谢友军的身影一闪紧接着开口 你不会以为我只有这些资料吧 这时的高哲宇愤怒地咬着牙开口 区区一个杂种居然也敢威胁我 看着不远处飞来的物体 谢友军急忙快速地躲避 可还是不小心撞到了身后的铁板 而跑进来的于小年刚好看到这危险的一幕 大声喊到谢友军离架子远一些危险 听到余年的声音谢友军立刻回头 恰好看到不远处的余年向自己扑烂 只听见轰的一声摄影架倒塌 站在一旁的高哲宇不禁怀疑 摄影架怎么会倒塌呢 周围的工作人员纹声赶来 怎么了没事吧 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却是一片肥墟 新请过来的谢友军立刻查看余年的伤势 余年你没事吧 此时的余年还想着谢友军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谢友军你还好吗 接着继续说我没事只是有点看不清 接着众人惊呼到余年你的眼睛 此时的谢友军十分紧张立刻抱起于小年 别害怕我们去医院 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痴情的男人 为了就自己喜欢的男人眼睛受伤也毫不后悔 还好医生治疗后告诉余小年没什么大碍 幸好你们来得及时 听到这句话的余小年敏锐地看向谢友军 他从刚才到医院就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 接着医生继续开口 不过你们刚才来的动静可是非同反响了 想起数十分钟前到医院吵吵闹闹的画面 谢友军的脸上露出了尴尬的表示 余小年的表情也是十分尴尬 就在这时谢友军伸出手告诉余年沈青一话来 我先扶你出去吧 牵着谢友军的手的余年形象 现在的谢友军又很温柔的样子 他到底在想什么啊 出来后的两人在休息室等着沈青的到来 坐在椅子上的余年摸着隐隐坐腾的右脸 忍不住地回想刚刚发生的事 还是太鲁莽了居然会伤到自己的眼睛 突然谢友军开口 余年眼睛还疼吗 余年乖巧地回答不疼了谢谢前辈关心 今天真的谢谢你 但是我希望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看到谢友军认真的表情余年立刻开口解释 那当然只是没想到那个架子突然掉下来 突然谢友军打断了他 我说的不止是这次意外 从酒会到今天 你已经为我受伤两次了 余年 我并不需要你做多余的事情 可怜的余年低声的开口 我也只是在关心你 我已经不想再看到有人因为我而受伤了 总之与你无关的事情别再掺和了 说着不经意间听到了余年痛苦的声音 余年你怎么了 我没事只是感觉空气中有很重的味道 让我很难受 难道是我无意间释放的信息素 居然有怎么明感的反应 余年你果然是我想要的欧米家 大家来评评理这对小情侣 真是太难了 就在两人想要亲热的时候 突然有人进来打扰 余年你在这里吗 听到沈青的声音两人的脸顿时变得通红 我先不打扰你们了 你记得好好休息 看着谢友军离开的背影 沈青响声的开口 这就走了吗 接着就开始唠叨起了余年 你俩的气氛怎么怪怪的 谢友军怎么一声不响的就走了 你伤得重不重从不疼 等沈青的话音落下余年 就开始向他汇报自己的情况 医生说休息几天就好不碍事的 沈青思考了一下迟疑的开口 可是有一部国外的音乐剧 要在国内寻演了 明白沈青的话的余年 立刻抓着他的手打断他 我要参加我能行的清洁你放心 没有困难的工作 只有打不到的余年 而在拍摄场地大杀的 高哲宇正在遭受着 单方面实力的泥压 富家子弟怎么见过这样的场面 立马被吓得坐在地上 大声喊道谢友军 你还想怎样 你要为了一个小演员和高家做的 我告诉你别笑张 就在这时谢友军突然开口 你的黑料在我手上还没资格威胁我 如果再靠近余年 别怪我不客气 余年受伤我也没想到 谁能想到那个摄影架会突然掉 听到高哲宇的话 谢友军似乎想到了什么 转身就要离开 看到摄影场上的灯光若有所思 难道当时现场的附近 还有其他人在这里吗 就在这时不经意间摸到了一个物体 难道伤害余年的人 就是利用他完成自己的计划吗 你知道一根毫不起眼的细线 有多大的作用吗 在废墟堆里细心的谢友军 发现了凶手伤害余年的证据 细丝的切口光滑 应该是有人刻意为之 查看监控的时候 发现嫌疑人的遮得严严实实 实在没办法看清他的脸 思考片刻的谢友军开口 大厦内没有员工出入的记录吗 一旁的唐里回答到听说 他是今天临时来顶工 真搞不懂你们这个维修工又怎么了 听到高哲宇的话 谢友军感觉真是恨铁不成钢 今天的铁价并非是你我导致的 而是有人刻意为之 随后威胁的开口 你配合点 不许我们以后还能合作 高哲宇任命的服务 行了说吧 你们想让我做什么 这你也知道 那当然了经纪人之间的小秘密 不过你今天有点很长 在国外时就算高哲宇 如何为难你你都没有这么重 难道真的是因为于年受伤而生气了 看着谢友军沉默的表情 唐里立刻揽着谢友军开口 于年伤得不也不怎么严重吗 别忘了你还要探探他的身份 此时的于年在练舞房 收到了一束无人留言的话 收到花的于年心 想会是谢友军送的吗 然后就继续了今天的舞蹈练习 这首歌的舞蹈很有挑战性 角色需要穿女装 与高跟鞋跳到桌子上 就在落地的时候 于年突然发现了一件事 糟糕因为眼罩的原因 我没法准确地看到桌子的边缘 你遇见过这样的美少年吗 在阳光下的他 就像是一只美丽的花蝴蝶 可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差一点就从桌子上滑落下来 说是时内时快就在摔倒的瞬间 一双大手抓住了于年纤细的腰身 回头一看 原来是自己朝思夜想的谢友军 脸上立刻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你怎么来了 谢友军吞吞吐吐的回答着心想 总不能说因为唐里 一直催我查你是不是欧米家吧 此时的唐里像是感受到了 什么打的一个喷嚏 回答不出来的谢友军 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趁机转移了这个话题 你选的这个舞者 是最有代表性的角色 但是你现在因为眼睛受伤 没法准确地跳跃对不对 看着于年眼神游离的面部表情 你不用紧张 我不是来训练你的 让你因为我受伤我很抱歉 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做 第一次看到谢友军 这样表情的于年愣在里面 不是的你没必要自责的 紧接着情不自禁地想要靠近她 突然沈青的出现 打破了此时的和谐 谢友军是不是来找你麻烦了 亲姐我们挺好的呀 沈青似乎是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的瞬间 僵住在了园 迅速离开边走边说你们来 于年的笑声 打破了此时的尴尬 亲姐真的是太担心 咱俩在一起 会出现什么幼鹅子了 我今后一定会反省的 不过如果你觉得抱歉的话 不知道前辈介不介意来指导我 谢友军温柔地牵着于年的手 伟大当然 于年以后要多多指教了 此时此刻的两人 仿佛在郑重地承诺着将来 与偶像合作的感觉该是如何的 你以为的是欢声笑语罗曼蒂克 然而真正的现实却是 偶像对自己的严加广告 你看看你现在 要么跳不上去捉着 要么跳上去摔一下 看着谢友军严肃的表情 于年心想 难怪谢友军之前 总被称为魔鬼合伙人 再来一次这次一定要看着 突然的触碰 让于年迅速地红了脸 抬头看向谢友军认真的表情 于年暗暗下定决心 他是在很认真的教我 我不能让他失望 很快就到了面试的时间 面试的教室里 想起美妙的旋律 评委们看着于年 天天起舞的动作 一时忘了神 直到歌曲结束开始进行点评 真想不到你的眼睛受伤 还继续跳舞真的很有勇气 于年腼腆地表示了感谢 不过 我看到你是想演主角的朋友 是的但是其他的也可以 还没等于年说完评委 就打断了他 这只是一个很平凡的角色 我们觉得你值得更好的 你对于剧中的男三号女主的弟弟 有什么看法 而此时在面试教室外的谢友军 遇到了自己的小姨妹 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大影帝谢友军 一旁的谢友军 丝毫没有受到两人的影响 一声猫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慢慢地把他拎起来 看着他可爱的模样 谢友军露出了温柔的表情 友军你来了 于年估计快要出来了 你先进去等着他 我去办点事 谢友军耐心地回答 还好不急 就在这时眼睛不经意间 撇到了一旁 那是于年与高哲宇吗 高哲宇作为对于年感兴趣的男人 到底要做什么 看着高哲宇手中的话 于年大声喊道这是干什么 祝贺你通过选拔 顺便向你致歉 谢谢但是 我不会收下这束花 同时也请您和我保持距离 看着于年快步从自己身边 走过高哲宇不悦的开口 就这么着急去见谢友军吗 随后一把抓住于年的手腕 你不会已经被谢友军咬过标记了吧 于年一脸惊慌的小标记是什么 接着就用力的想甩开高哲宇的手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快放手 可是高哲宇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 你和谢友军在宴会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突然传来了谢友军的声音 吓了高哲宇一跳 发生了什么也不需要你来插手 伸手便发起了对高哲宇的攻击 我以前对你说过要离于年远一点 受了重伤的高哲宇一转眼伤口 我恢复了 别这么紧张 我只是顺便来向于年道歉 既然不欢迎我那我走 不过作为此剧的宣传方 我们一定还会有合作 听到高哲宇的挑衅于年十分生气 直到高哲宇走远于年 才提出自己心中的疑问 你怎么来了话说 我刚才是看错了 你推开高哲宇的时候 他受了伤 等了一会儿没有听到谢友军的回答 你的身上都是高哲宇的臭味 我不喜欢 听到这句话于年的表情一愣臭 接着谢友军就递给于年一个狼牙项链 把这个戴上可以避免一些闲人的靠近 狼牙避邪你好好戴着高哲宇体质 那你知道男主是谁吗 于年一脸不可思议的开口不会是 没错正是在下 这是在干什么是谁在下药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于年就在漫画的下一页出现了 只见于年把下了药的水递给美女姐姐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于年在这一话中黑化了 只见于年死死的盯着美女姐姐喝水的动物 喷的一声门被打开不要喝 接着突然出现的谢友军逸 把江水杯打掉 开口到水里有毒 继续开口道 你不应该伤害他这是你姐姐 不要做会让你后悔的事情 此时的于年大声喊道 他才不是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早已经在十年前抛弃我 一声拍摄结束打断了于年的眼泪 于年表现的不错情绪 很到位进步很大 听到导演的夸奖于年十分开心 一旁的知名演员苏亚文 也表示了自己的肯定 拦住于年开口到能演于年的姐姐 我很开心 接着对于年说 我有买你和永军的杂志哦 能和苏老师合作 我也很敬计 我可以要一个苏老师的签名吗 看着于年手中的东西苏亚文惊呼 魅影的首发点藏板 你连这个都要收藏 那我必须要满足我的小泥地的心愿 身后的导演 看着这一副欢声笑语的景象开口 于年还挺招姐姐党的喜欢你说是不是啊 听到这句话的谢友军一脸的不爽 难怪这几天于年来 找我要签名 原来是把我当成追星的工具人了 看着谢友军的表情导演 十分不解这是什么情况 而在于苏亚文欢声笑语的于年 不经意间感觉眼前有一个黑影闪过 下一秒谢友军 就出现在了自己与苏老师的中间 谢影帝这是吃醋了吗 当你的小男朋友 跟别人欢声笑语的时候 你会吃醋吗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但是谢友军是吃醋了 气急败坏的对苏亚文开口 我是来请你来参演的 不是让你来挖我墙角的 苏亚文不急不躁的回答放宽心了 小狼仔 我对年下姐弟恋可没有兴趣 不是所有的阿尔法都这么急色 接着就像于年挥手立刻 就像友军说的那样 我还有工作明天手眼见 看着女神离开的背影 于年一脸的恋恋不舍 而身后的谢友军 看着这样的于年 瞬间化成吃醋大王 好了人都已经走了 就别再看了 你也太容易被别人盯上了吧 感受着被谢友军 但额疼痛的于年形象 谢友军最近很暴躁 此时此刻在后台的沈青 正在训斥那里的同久人员 我不是说不让粉丝来怎么又有人 听到沈青生气的声音 于年探出脑袋怎么了 看到来人是于年经纪人的情绪 稍微稳定一些 是这个黄色的花束了 这几天排练 总是有人往后台送花 这个花像是之前谢友军送给我 听到自己的名字 谢友军开口没有吧 我可从来没送过 比起这种矫情的嗜好 我更喜欢直来直往 说着就拿起了花束中的信封 让我来看看到底是谁在弄虚作假 刚打开信封 就被里面的刀片伤了手 于年看到这一幕赶忙跑了过去 谢友军你没事吧 谢友军急忙不自然地躲开了 看着谢友军 已经快愈合的守于年十分惊讶 相比而言 我觉得你更应该看看这个 看着满夜话语的纸张 到底是谁这么恶毒 你收到过恐吓信了 看到别人寄给自己的恐吓信 于年十分紧张 我就知道从一开始 我就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和粉丝的哥哥靠得太劲 被暗杀上了 看到于年的心情低落 谢友军冷静地安慰他 有许多粉丝在追星时 变得狂热失去理智是常见的 沈青迟疑地开口 可是我们明天就要正式演出了 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是不是因为我们一起走了红檀 惹落了极端的粉丝 还是我们一起拍了杂志 看着无助可怜的于年 谢友军开口倒不要多想 有问题的是他们这些黑粉 且这种恐吓信不足委屈 说着就把恐吓信撕碎 这个黑粉我一定会找到他 听到这句话的于年 感觉有种不好的预感 你有什么计划 谢友军卖关子到这个麻山人自有妙境 时光飞逝很快就到了眼出的档梦 舞台剧讲述的是 希腊神话中大英雄的爱情故事 于年饰演的是大英臣的兄弟帕特洛 在攻城的过程中 大英雄与圣女由仇人变为爱人 而帕特洛则因为此事 与大英雄分道扬镳 最后独自走上战场 看着帕特洛离开的背影 两人心有不舍 可最终还是没有阻拦 最后帕特洛在战争中死亡 躺在花瓣中央里的于年十分美 谢友军扮演的角色 慢慢靠近于年 默默地吟唱 我的正午 我的夜半 我的话语 我的歌语 我以为爱不朽我错了 让我们在明和再会吧 兄弟 接着服下生命的战区